在那种乡下地方能够窜起来的人 当了议长 还是一种比较狂的傲望 就好像我们看一些小弟级的 为什么凶起来比谁的凶 郑太极国中毕业之后 就没有再升学 常常在夜市打架闹事 只是角同身边的刨腿小弟 独场把风 酒店为事 他因为手段凶残 还涉及了良情杀人案 被疫情专案管训 送到了绿岛服刑 南台湾有不少的黑道老大也被抓 他也跟着被逮了进去 但是管训没有让他收敛 三年后他出狱了 摇身一变 已经是地方角头啊 他管不去 那就等于说他也有在角头混过